現在香港至少有幾千名單情症兒童 或者是父親在香港出生 所以他們可以在香港 但是因為現在的單情症政策 沒有一些單親家庭的配額給他們 或者著情權方面很難做得到 相請問局方會不會跟中央方面爭取 給這些單親的小孩有多福利 以及怎樣令到他們媽媽可以及早來香港照顧他們 因為通常這些爸爸可能是離開了 或者是遺棄了他們 而媽媽因為沒有了身份 只可以利用探親來香港照顧小孩 所以這個變成小孩留在香港變成孤兒 所以希望會不會局方在這方面 可以幫助這些小孩 可以令到他們及早媽媽可以照顧他們 謝謝主席 局長 多謝主席 根據現行的規定 單情症申請人 在港關係人 是需要 是他的成年親屬來的 一般來說 在香港的配偶父母 或者成年子女 才可以將 申請人申請來香港定居 以照顧兩地家庭的團聚需要 特區政府重視家庭團聚需要 但同時也要小心考慮建議 對出入境管制和社會所產生的影響 若以照顧在港出生的子女為理由 容許未成年的子女作為在港關係人的話 讓他的內地父母可以申請來香港定居 或者可能會產生一些負面影響 令到內地居民 有更大的誘因 來到香港產子 以圖 值這個途徑 取得單程正來香港 這個影響內地 和香港兩地之間的出入境管制 這個也有機會影響 本港的一些負產科的服務 最重要的是 對本港的人口政策 和整體的長遠 可能會有些影響 在這一方面 我們都會注注一些特殊的個案 如果它是一些特殊的人道理由的話 我們都會以個案形式 提出協助和向內地反應